大家好好我們起來關心今天的天氣 這幾天大家應該感覺到天氣變化很大 今天早上這個閃電對流還蠻明顯的 幾塊的區域 像這個中部的山區是特別最大的 然後另外一個就是高雄 台南高雄都很大 這個基本上這是一個封面的溫床的不穩定帶 現在就早上這一坨真的很大 然後接下來這個時雨量 老實說有些地方也就是要60到84毫米 有的這個基本上在哪裡哪個地方都會積淹水的 請大家多留意一下 現在來看的話這個在慢慢緩和當中 但是還是有一些鎮雨的形式 各位可以看得清楚 什麼是封面呢 就是這種冷暖空氣交界 封面的主要的結構呢 東北風已經開始下來了 但是呢又遇到很旺盛的這個西南風 所以這整個呢就在台灣上空交匯 所以今天來說的話從早上開始 這個又發展起來中小尺度的系統 你突然這樣一條長長的常常就可以看得出來 這個呢就是很不穩定 會有閃電雷擊強陣風 或是說有龍捲風會發生 很小啦很小啦 現在來看的話都已經明顯的一個散亂很多了 整個大環境呢這個就是一個鎮雨封面 非常典型 為什麼是典型呢 會滯留一段時間 現在整個預測來看的話 二三四五 四天請大家要有心理準備 雖然一波過去之後 又有一波會在發展 現在呢因為這目前來看的話 在香港這邊呢有一波正在發展當中 雖然現在有一個空檔 可能移進來之後 可能在海峽又再發展起來 所以在明天來說的話 今天是晚一點或明天清晨 還是不穩定 還是有水氣移入的 只是多或少 所以特別請大家 用最嚴格的方式來戒備就對了 因為像今天這個 其實有些地方下了150到200多 就已經受不了了 那更何況有時候颱風來的時候 一天下個500到1000 所以請大家呢要提高警覺 如果這次有一點疏漏的話 趕快準備一下 多準備就可以減少不必要的損失 現在來看的話 一直要到週末 禮拜六禮拜天 這個封面南壓之後 一直到巴士海峽這個地方 才會明顯緩和 那下禮拜呢 大致上又會回復到 整個西南氣風影響的天氣 所以各位有沒有看 這個是下禮拜呢 要注意這個西南風的一個影響 後續還有很大的變數 所以我們先顧好這四天就對了 所以這幾天呢 全台灣都會有雨 只是有一些這種很劇烈的降雨 落在什麼地方而已 現在我們來看這種 數值預測模式來說的話 都是參考用 沒有太大的 真的這個準確度沒有那麼的高 我們只能說請大家提高警覺 大概六個小時前 做好該有的預警 然後做準備來比較合適 所以隨時呢 建議大家要是關心的話 不要常看爭論性節目 多看一下這個雷達回波讀 關心一下理所在地 會不會有雷達回波移入 目前來看的話 明天就是下雨 溫度也明顯下滑了 都是下雨的天氣 不要懷疑 那禮拜三呢 其實一樣也是下雨的天氣 這幾天都是每天會下雨 不管這個北東 那這個時候呢 要沿防很劇烈的強降雨 請大家注意一下 所以第一波 這是第一波而已哦 有四天今天是第一波而已 目前來看的話 深夜還要到明晨 還有強對流的發展 有可能是第二波 或是適亂一波 這個變數都很大 要留意這個 這個就屬於中小尺度的對流系統 不是很小哦 它很大哦 幾百一兩百公里哦 影響是很大的 那要到這個週末 封面整個南移 才會明顯的一個緩和當中 但是後續還有一定的變數 下禮拜也有可能還有封面 我們再持續為大家觀察 所以請大家這幾天 一定要提高警覺 各種戶外活動 一定要注意 聽到雷聲 請入室內